HELLO 大家好 我是BOZA 那我现在呢是在北京车展的E4馆的保尔杰的展台 那现在我身边这台就是本届保尔杰身上推出一个最终帮的车型 就是中期赶货的一个Panamera 那这台车呢是一个Turbo S版本 那Turbo S版本其中上一台车型Turbo S版本 是你只能在一个插混上面看到 就是一个Turbo S的插混版 而这一代呢燃热版的Turbo S终于是回归了 那这台车呢搭载是一台4.07的雨霸放动机 也是大众集团中最常使用的 它的功率好像是介于一个RS Q8 以及一个栏目进行的Worz之间的一个功率 可以看到一个Turbo S 这台车起车价233.8万元 如果是行政的长车版那更贵 那其上中期赶货的Panamera 它改变我觉得挺小的 我觉得主要可能是在于这个尾灯吧 包括它整个尾灯它可能面积会更大 还有它的整个转向灯和它的一个视块灯呢是可以分开的 那这台车我觉得它也是选装满多的 选装到了大概270万吧 包括它有一个探套的刹车啊 一个实货赛的探套刹车 那其上前脸变化不是很大 但是呢这一次中期赶货的Panamera 它是全系可以帮你标配这个运动套装版的前脸 就是一个价值7.1万运动套装版的前脸 就整辆车感觉上去会更凶嘛 包括这个大灯这个随东大灯应该是选装的 还有轮胎的配备是一个米其林的PSCS 也是一个非常常规的胎 那接下来我们到车内去看一下吧 那其上整台中期赶货的Panamera 它整个内饰的变化 我是没有发现什么不同啊 包括这个机械和液晶相结合的五连表 还有包括出来的中共屏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不同 不同点可能是在于这个方案盘 这个方案盘呢 它换了一个跟992同款的一个方案盘 并且呢它整个换的我不骗好像是有所变化的 那其上这辆车的性能上提升是非常可观的 因为呢它在纽伯格林北环赛道呢 跑出了7分29秒81的一个成绩 而这个成绩呢相对于 如果是在保日街车系里面 就是就有期时代911的GG2 它可以跑到这个成绩 还有上一代911的一个Turbo版本 可以跑到这个成绩 所以这双车的性能赛道性能 我觉得它提升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们下车的视频 这里上趋了 是脸座的双车 لي争来 那么多走 一点 这下车… 这下车的视频